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谈一下过去的一个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如果当年日军没有偷袭珍珠港 而是将太平洋的主力用于中国战场 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个呢我想谈一下我的一个简单的看法 当然也不全面 首先来说日本为什么要偷袭珍珠港 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了 因为美国对日本打东南亚非常的愤怒 因为当时的美国呢 主要以贸易为主 他实际上在发展自己的海洋霸权 向东南亚国家出口很多的东西 但是日本和美国商谈了很久 因为美国对于日本打这个东南亚有意见 所以呢 常常呢采取石油禁运等手段要挟 双方呢就谈的不欢而散 结果呢在1941年的下旬 日本的一艘商船呢 去买东西就啥没买到 这时候就让日本感觉到了 打东南亚会伤害到美国的利益 美国就会对自己进行全面的禁运 如果继续去南下打菲律宾 美国很有可能参战 而如果在拿不到资源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仗也打不下去了 还不如先发制人 结果呢 他就把这个太平洋舰队给炸了 让美国在短时间内无法反击 借着这段时间日本呢就拿下了东南亚 不学练机 才能继续往下玩这个游戏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打东南亚 因为日本侵略 我们国家已经是倾尽全力了 中国呢打持久战 把日本鬼子引到我们内幕之后呢 他越是往里走 越是往我们的西部走 那么西部还是很穷的 当时来讲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没有资源了 而他们奉行的战略就是什么呢 就是以战养战 烧杀烈烈 三光正策 什么抢资源呢 抢黄金呢 抢工业制品啊 抢跟战略物资有关的任何东西 他都要 但我们那个时候呢 太穷了 日本呢 想通过 从我们中国来获取资源呢 尤其是战略资源呢 达不到效果 肉不复出 加上中国啊 太大了 三分之二都是山脉 基建也比较落后 你像日本鬼子 当时就一个炮楼 还修了一个短的铁路 让他这个 那个小火车啊 能够在上面跑 架个炮台到处打 这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 但实际上 他没有修那么多 他介绍的都是以前大清时代的 那个时候的一些基建 一些铁路 公路 还有土路 所以这时候 你工业国 你打农业国 你在军事优势上 逐渐在缩小 空有一身武艺 没人搭理你 你就打不下去了 所以从1938年之后呢 双方呢 就进入了相持阶段 也就是说 满打满算 日军对我国进行猛烈的攻击 也就一年多 所以为了继续往下打仗 必须掠夺更多的资源 这些资源哪里来呢 只能是东南亚 因为那边有石油 有橡胶 所以拿下东南亚呢 还可以转战西南 从云南进入中国 府地 夹击重庆 当时日本的军需 是从美国进口的 有很多 因为当时美国还是比较强大的 而欧洲呢 正跟德国打的热摇 也资源也有限 如果日本不打东南亚 以美国资本家的尿性 肯定会卖给日本更多的东西 犯不着去触犯美国的利益 然而买东西需要什么 钱 在战争年约 进口资源 你拿着纸片子 这是不行的 只能靠什么外汇和黄金 这个时候那个东西认 而美日本呢 入侵我们中国几年下来 钱呢花的就差不多了 国内吃饭呢 现在都问题了 到后来 他们练兵的武器都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枪 而是木头棍子 为什么呢 已经没有啥东西了 没钱打仗 家里看了半天 啥都没有 就有把菜刀 喝出去了 咱们抢劫吧 所以他们开始南下洗劫东南亚 这么说来呢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养虎为患 自作自受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说活该吗 该 这就是美国资本家支持军国主义 那所以美国从来就是这样 满嘴着仁义道德 背地里全是生意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一战二战都是如此 德国的军工都是美国投资的 日本进攻 日本进口的军需产品 85%是美国造的 日本看着美国人的这些资源 来侵略我们的国家 所以说某个性高的 还头部挺长的那个 说美国人对我们好 好个什么呢 这些个所谓的公知 害死我们国家 对我们国家的伤害远远比这些个反贼要厉害得多 所以说美国滋养了日本 日本这个战争机器得以运转 最后这台机器不愿意坐以待毙干了美国 有人说美国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 只是为了参战 做的苦肉计 这个说法不确实际 美国想参战确实不容易 主要原因是国内不同意 奉行的是孤立主义 罗斯福确实想打 打就要解决国内反对的商业 珍珠港事件确实让国内反战思想荡然无存 但这里有个很实际的问题 关键点 就是罗斯福的想法根本就不是参加东亚战争 而是欧洲战场 所以他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容忍日本 尽可能缓和两边关系 另一面 绞尽脑汁的碰瓷德国 甚至直接派军舰护航英国商队 等着德国飞机来打 打了就开新闻发货柜 激起国内民怨 然后就达到目的了 所以美国不会对日本开第一枪 因为美国想参战 是想参战欧洲的战场 因为欧洲跟他们是亲近关系 罗斯福根本就没有打算在亚洲这个战场 毕竟亚洲的资源跟欧洲的资源相比 还是差很多的 所以这也是为啥战争一开始 美国打的非常被动的原因 综上所述 日本如果不翻兵 全力打我们国家 他所掠夺的资源 根本不够支付消耗 毕竟我们中国也没啥资源 咱们最后就赤手空拳 到底再厉害 这样一来对于日本来说 并不是件好事 所以他必须要开辟新的战场 以掠夺资源 而东南亚是最好的场所 但这个地方呢 又是央美法的租地 在那里他们占据主导 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触及了老牌的列强的利益 最后呢和欧美彻底关系决裂 但是呢为了能够拿到资源 他们也只能停而走险 去巴基南方的这个东南亚 这些资源 没有办法 结果呢就是自己呀 输的是一败土地 最后堵掉了自己的国运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